无我的身影 有些是大慈大悲喜舍的音声 有些是甘露灌顶受卫生 听见这种种声音 众生心静得以亲近 没有那些虚妄的分别心 正直平等 成熟种种善根 根据他们所听到的音声 与佛法相应 自己想了解什么 就会听见相应的开始 不愿意听的就一点也听不到 他们在成佛道路上 永无退转之心 来自十方世界的往生者 都在七宝石莲花中自然化生 得到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再也听不到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 以及烦恼 苦难 这些名称 在这里 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什么苦难呢 这里有的只是 自然快乐的身影 因而这里被称作极乐世界 在那极乐世界里 还有很多的真情异鸟 还有很多的真情异鸟 也有我们现在所处世界 大家都能看到的白鹤 孔雀 孔雀 鹦鹉 舍利 杜鹃 以及一个身子 两个脑袋的共鸣鸟 这些琴鸟 日夜不停地鸣唱着 优美 和雅的歌声 从他们的名声中 大家都能感受到 对佛法僧的信仰 对修成佛道的经济 在生活中 保持正确的思想观念 做任何事 都必须一心一意 和专心致志 以及五种 能产生善法的根源 感受到五种可以破除 恶法的力量 那就是坚定信仰的力量 努力精进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观念力量 一心一意的力量 以及智慧的力量 从那些奇妙的鸣唱中 从那些奇妙的鸣唱中 那里的人们都能够以智慧来选择 和修行法门的真伪 以努力精进的态度 来立行实践正确的修行方法 得到正确的修行方法 而欢欣不误 没有烦恼 身心愉快 一切行为 都与正确的修行方法 十分吻合 也常常处在禅定之中 心意丝毫不散乱 舍弃一切错误的见解 而立行正法 从那些奇妙的鸣唱里 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正确认识真理 走向正道 断除恶的念头 产生正当的念头 说出的语言都是善于真实 深 口 意的行为 都符合佛的教导 以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命 不断地向真理及善的方向去努力 意念正道 不使思想及行为 不使思想及行为有所错误 没有烦恶 这些奇妙是都不是因罪业国报而偷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里根本上就没有畜生 恶鬼及地狱的这三恶道 甚至连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这些情鸟都是以阿弥陀如来的愿力变化而成 用歌声来感化教育那里的人们的 那极乐世界中 所有众生的容貌和身体特征都十分微妙 超越世间所有众生 是稀有难逢的 他们都是同一类别的众生 没有任何差别 但为了适应世人的习俗 才会有天神或人众的概念 以便能够区分 释迦牟尼如来告诉阿难 比如世上的乞丐 如果让他们与人间的帝王们站在一起 从他们的面貌气质来看 都是不同的 怎么可能属同类人呢 如果人间帝王与转龙王站在一起 那么帝王就显得很笔漏渺小 就如同乞丐与帝王相比一样 转龙圣王的威武相马 虽在人类之中是第一位的 但与刀利天天主相比 则又显得很丑陋卑劣 假如让帝是天 与欲界最高天他化自在天的天王相比 其间的差别就有千倍之大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较 那他化自在天的天王 如果与极乐世界中的菩萨 身文弟子相比 其容貌气质更是相差了万亿倍 这些菩萨 这些菩萨 身文弟子所居住的宫殿 所穿的衣服 所吃的饮食 都像 密界之顶的第六天王 他化自在天王一样 而他们的威德 阶位 以及神通变化 却是一切天神和众生 所不能相比的 二者之间相差了百千万亿 甚至不可数计的倍数 阿娜 你应该明白 那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这样的功德庄严 真是不可思议的 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 不管已经出生的 还是正在出生的 或者是以后出生 他们的容貌端庄威严 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 各种用品一应俱全 宫殿 衣物 香花 翻盖等 都随心所欲出现 如果想吃东西时 那七宝合成的锅具 便会自然出现在眼前 百味饮食 装满锅中 虽然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但却没有人真正去吃它 只是看看他们的颜色 闻闻他们的香味 这些印象 进入个人的意念之中 便是饱餐了 这些以意念吃尽的食物 不仅能使身体强壮 不会产生大小便这样的污秽 而且还能使身心柔软 不会有其他的味道 吃完之后 锅具 食物 自然消失 到下次用餐时 便又自然会出现 还有许多宝物做成精美的衣服 帽子 腰带 阴落 耀耀身灰 色彩斑斓 极乐世界中的众生全都拥有这些东西 而且依照他们的意念 全都自然的穿在了身上 极乐人民所居住的房舍与宅院 他们的形状 同色彩都非常相称 调配巧妙 并且也同居住的人大小色帽相称 房舍上面宝网覆盖 宝灵悬挂 装饰着各种美妙珍奇的宝物 使房屋的光彩明艳照人 壮丽夺目 极尽庄严华丽 楼台栏杆 堂宇房阁 宽窄方圆 或大或小 或建在空中 或建在平地 全都清静安稳 建造微妙 使人看了欢欣鼓舞 快乐无几 人们想要什么样的房屋 便会随着这一意念 出现什么样的房屋 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每到吃饭的时候 自然得风便会徐徐吹起 纳罗王集中宝树 发出微妙悦耳的声音 这声音不断地演说 苦、空、无常、无我 以及成佛的修行方法 那音声散发出万种温养的德香 闻到这种香气 风尘劳苦 不良习性 自然消失 不再生气 那风轻浮身上 温柔舒适 就好像比秋进入灭尘缠定状态中的感觉一样 微风吹拂下的七宝树林 鲜花飘飘洒洒 纷纷落下聚在一起 那花发出种种的色光 笼罩在整个佛土 各种各样的鲜花 根据不同的颜色分类组合 色泽协调而不杂乱 柔软光洁就像棉花一样 脚踩在上面 淹没脚面有四指之身 脚走开以后 鲜花又重新回复为原来的样子 完好无损 吃饭的时间过去以后 这些鲜花便会自然消失 大地重新一片清净 天上重又飘下新的花鱼 随着时令的变化 这种现象循环往复 与前面所说的情景 没有什么差异 在一天之中要重复六次 数不清的宝莲花 佈满了整个极乐世界 每一朵莲花都有百千亿片花叶 都发出轻柔明亮的光明 幻化出数不清的颜色 青色的莲花发出青色的光 白色的莲花发出白色光 其他玄、黄、珠、紫等色的花 也都发出各自相应的光明 色彩斑斓 绚丽月幕 还有无数珍稀宝物 百千磨泥宝珠 与这些宝莲花相互辉映 那光明亮丽 更甚于日月 莲花的大小 或是半游巡 或是一、二、三、四游巡 或是百千游巡 大小不等 每朵花中 放射出三十六百千亿种光 每一种光中 又视线出三十六百千亿位佛 佛身呈紫色金身 相貌端庄 更是无与伦比 每一位佛又放射出百千光明 广为十方世界演说微妙佛法 这样众多的佛 每一位都是通过演说微妙佛法 每一位佛都是无量众生 都安立在成佛路上 阿难 那阿弥陀佛的佛土之中 没有昏暗 火光 日月 星辰 以及昼夜等现象 也没有岁月 结束 这些时间的概念 更没有对家庭的执着 无论什么地方 既没有标志名称 也没有取舍分别的行为 唯一感受的就是亲近之心 所带来最无上的快乐 若有善难性 无论过去往生极乐净土的 还是现在要往生极乐净土的 全都安处在正确的修行方式 这是正定之据 注定要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成就佛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处在邪正据或不定据之中 那么必定不明白正确的修行方式 以及积功累得的作用 宇宙中 不只是我 在赞叹称颂阿弥陀佛 那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我们娑婆世界东方的阿弥陀佛如来 虚弥象如来 大虚弥如来 妙弥如来 妙弥如来灯 南方的日月灯如来 明文光如来 明文光如来 大雁尖如来 大雁尖如来 虚弥灯如来 虚弥灯如来 无量精进如来 无量精进如来 西方的无量寿如来 无量寿如来 大雁尖如来 无量寿如来 大雁尖如来 靖光如来等 北方的雁尖如来 醉盛乌如来 南举如来 日生如来 网民如来 下方的狮子如来 明文如来 明光如来 达摩如来 法状如来 持法如来等 上方的弹音如来 宿王如来 香盛如来 香光如来 大雁尖如来 杂色宝华延伸如来 梭罗树王如来 宝华德如来 见一切亦如来 见一切亦如来 如虚弥山如来 等等 十方多的像 恒河沙一般 数不清的如来 都在各自的世界里 以自己的舌头 覆盖各自的佛国中的 三千大千世界 向当地的一切众生 介绍极乐世界 和阿弥陀 如来 种种 不可思议的 功德 劝慎大家 要发愿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呢 因他们 都想让其他世界中的一切众生 闻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发清净心 意念受持 皈依供养 乃至能发一清净信仰 把所做的一切功德 都一心一意 回向到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定能随其意愿 得到往生 并继续修行 在成佛路上 再也不会退转 最终成就佛道 十方世界的一切诸天人民 凡是诚心发愿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大致可分为三种人 上等的往生者是舍弃家庭 抛弃世俗的一切欲望 出家作为佛弟子 发愿成佛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广集一切功德 一心一意 想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想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位众生在临终时 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的圣众 及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谈至一会间 即跟随阿弥陀佛一心 往生到了极乐世界 在那七宝莲花中自然化生 智慧勇勇猛 神通自在 所以 阿弥 众生若想在今世见到阿弥陀佛的话 应发愿成就佛道这一无上菩提之心 并一心一意 真心实意 一念那极乐世界 尽可能的积累更多的善根 并将这些功德 回想到 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 这样 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往生到那极乐世界 并从此 在成佛路上 再也不会退转 直至最后成佛 中等的往生者是 不能舍离家庭出家做沙门大修功德的人 应当 应当 燃烧灯烛灯烛灯烛烧香 散花烧香 并把这些功德 和回向世远 往生极乐世界 这等人 他们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类人到了极乐世界之后 虽然在功德智慧方面 以上等往生者略低一筹 但在成佛路上 再也不会退转 第三位下位者是怎么样的呢? 有些众生不能够做各种功德 但也发愿要尚求佛道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对阿弥陀佛始终保持欢喜 信仰 爱乐 毫无疑惑 以至诚之心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等人临终之时便能够梦见阿弥陀佛 得以顺利往生极乐世界 但这位人的功德 智慧 又不如终等的往生者 如果有众生安住在菩萨大 以清净之心 以清净之心 致心向往阿弥陀佛 修行念佛 念法 念离秋森 念戒 念诗 念天 念修行 念安波 念身 念死 此 这十年 发愿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些人听闻了深奥的佛法 深信不疑 领悟至深 乃至于获得一念的清净心 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 在他临终的时候 如同在梦中一样 见到阿弥陀佛 并将他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之中 从此以后 在成佛路上再也不会退转 直至最终成佛 阿弥陀佛 如有一定善根的众生听到这部经 只对于经中的毅力 能够了解 而谨记于心 念念不忘 并且实践于日常生活中 读 诵 书 写 并供养这部经典 日日夜夜都不间断 只求能够顺利往生极乐世界 发愿要成就佛道 对佛制定的戒律 对佛制定的戒律 坚固不持 丝毫不反 饶意一切众生 将自己所得的一切功德善根 全部毫无保留地不施给众生 让他们得到安乐 教化众生意念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那 当这个人临终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其容貌将会像阿弥陀佛一样 具有三十二种大人像 八十种好 真金色深 种种庄严迅速闻听相应佛法 在成佛路上永不退转 阿难 如果众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在禅定的修行方面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但他始终遵守佛制定的清规戒律 尽心竭力 广作善事 不伤害一切众生 不偷盗他人财物 不乱搞男女关系 不说假话欺骗别人 不饮酒 不说他人的长短忧烈 不乌言会语辱骂众生 不说那些华而不识的话语讨别人的欢心 对世间的万事万物不起贪念 对自己所谓不利的一切人和事 都不会有称恨心 也没有痴心妄想 再加上昼夜思维那清净庄严 殊胜离彼的极乐世界 和慈悲无限的阿弥陀佛 那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发自内心的顶礼皈依供养阿弥陀佛 这人在灵中的时候 就不会惊恐害怕 心里清楚明白 而不是迷迷糊糊 即就已顺利仿生到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如果有的人俗事禅身而不能出家修行 也没有闲暇时间去大修斩戒 来使身心达到心尽无忧的境界 那么他在有空闲的时候 可以端正身心 断绝一切世俗的欲念干扰和烦恼 以慈悲之心勇猛精进修行 不生愤怒 憎恨 嫉妒之心 不贪婪千令 对所进行的修行不怀疑 不后悔 对父母孝顺 对佛家忠诚 对亲友信义 对佛语和因果深信不疑 对这些佛法信寿奉行 不得损减亏失 思索脱离生死苦海的种种方法 昼夜常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如此十日十夜 乃至于一日一夜都能够不间断整 命中之后都得已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这些人到了极乐世界之后 都行菩萨道 在成佛路上都不会再退转 都获得黄金般色身 以及佛的三十二种大人像 而且都能成佛 至于想在哪个世界成佛 都是根据他们的心愿来决定 随其修行精进程度的不同 那么成佛的时间也就有所不同 但只要精进努力修行 就一定能得到佛果 达成各自的夙愿 所以阿难 由于这个法门能带给众生这么多的实际利益 使得宇宙中十方所有世界中的诸佛 都异口同声地称赞 阿弥陀佛所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阿难 十方世界的诸位菩萨 为了想摘扬礼拜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每一位都以香 花 壮 帆 宝盖 前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住处 恭敬地供养 聆听 接受 他所讲授的金法 宣布道花 称赞佛国净土的功德庄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释迦牟尼如来 释迦牟尼如来 接着便一首送来 总结前面的开始 东方诸佛刹 属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 往里无量寿 南西北四围 上下亦复离 上下亦复禅 协以尊重心 奉诸真妙共 唱发河沙菩萨 歌探罪圣尊 揪达神通会 游入深法门 闻佛圣得名 安隱德大力 种种供养中 勤修无谢眷 观笔书胜畅 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 诸佛国难比 应发无上心 愿素成菩提 应时无料遵 微笑现金融 光明从口出 便照十方 回光环绕佛 三杂从底入 菩萨见此光 急症无退位 实惠一切重 互庆生欢喜 佛语泛雷阵 八音畅渺声 十方来正事 无息知彼愿 智求严净土 设计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是场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是心 究竟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 修圣菩提行 受计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是场 文法乐受刑 文法乐受刑 德志清尽处 必于无量尊 受计成等觉 无边书胜差 祈佛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自至不退转 菩萨心至愿 愿己国无益 苦念度一切 各发菩提心 舍彼轮回身 剧令登彼岸 奉饰万亿佛 飞化遍珠长 恭敬欢喜去 还到安养国 释迦牟尼如来 接着告诉阿难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由于养成着 阿弥陀佛的神威之力 在一顿饭的时间里 就能够来往于十方世界的无边净土之中 去供养祝佛 他们 供养佛所用的花 香 壮 帆 等供品 都会随着他们的意愿 出现在他们的手中 那些供品之章奇 美妙 奇特的程度 都是稀有难逢的 在娑婆世界 是看不到的 他们供养的花瓣 飘扬在空中 聚成一朵鲜花 这些鲜花的花心 都向下张开 顶部浑圆 聚成一个大花盖 那花盖 放射出百千种光芒 那光芒 汇聚着百千种色彩 每种色彩 又各散发出 奇异不同的香气 那香气 弥漫着整个世界 那小的花盖 有石油学大 大的花盖 则是它的一倍 或数倍 乃至大的 可以覆盖三千大千世纪 所有这些花 随着落下来的先后顺序 依次隐漠 如果不重新洒下新的花瓣 那么前面所洒下的花瓣 是不会落下的 飘飘 不重新洒下的花瓣 悬浮在虚空之中 菩萨 在虚空中 伴随着来自虚空的美妙音乐 歌颂 福得无量功德 供养完毕之后 只需片刻的时间 菩萨 菩萨 便又返回到了极乐世界 全部聚集在七宝讲堂 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菩萨 菩萨们听闻了他的开示之后 莫不欢欣不悟 心开意境 得到真谛 每当这时 一阵阵相逢 便会微微地吹拂七宝圣树 发出五种柔美和谐的音乐 无数神奇美妙的鲜花 随风而入 供养于佛 这样的情景 总是循环 没有阶段地进行着 一切的诸天人众 全都捧着百千种鲜花和妙香 演奏出万种祭乐 供养阿弥陀佛 及佛国中的菩萨 众人前后往来 熙熙攘攘 充满了欢欣快乐之感 这些都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 施予众生的缘故 也是因为这些天人在过去世中 曾供养过佛 所积累应得善根的延续 这些善根 这些善根从未缺紧过的缘故 善于摄取的缘故 善于成就的缘故 是圣众善于休息 善于摄取 善于成就的缘故 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所有菩萨都能彻底洞察 全面容听到来自四面八方 过去现在的一切事情 对于诸天人民 以至于飞迎爬虫之类 心中所想和善业恶业 口中想说之事 以及何时能够得以解脱苦海 何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等事情 他们都知道的一清暗处 还有在阿弥陀佛世界中 那些深闻弟子身上发出的光芒 能照到密游寻远 而菩萨们的光芒 则可照亮百游寻远的地方 其中有两位是最为至尊的 他们的威严神光能够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阿难问道 那两位菩萨的名号叫什么呢 释迦牟尼如来回答说 一位名叫观世英菩萨 另一位名叫大士智菩萨 这两位菩萨曾经在娑婆世界中 修习菩萨行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便伴随在阿弥陀佛的左右 如果他们想到其他十方世界 供养诸佛的话 都会随心而至的 现在他们就居住在 我们所居住的娑婆世界之中 救度这里的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娑婆世界的善男性女们 一旦有危急困难恐怖之事 只要一心顶礼归一观世英菩萨 没有不立刻便得到解脱的 再有阿难 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一切菩萨 他们都在这一生中成就佛位 还有一些菩萨发下宏大誓愿 自愿重入生死苦海 为救命